好 好 幼稚吗 你肯定觉得 这种事情 只有宁维学才能做得出来吧 二零零七年夏 我第一次见到她 不爱说话也不爱笑 也不爱理人 但却那么优秀 我第一眼就喜欢上了她 二零零八年四月 我知道了一家很好吃的川菜店 我已经不太能吃了 几次咬到花椒 无法忍受的表情都特别可爱 吃到最后也就习惯了 不过她真的是不太喜欢 这种重口味的东西 二零一二年夏 我毕业了 和她分辈到了同一个医院 我特别高兴 因为我可以每天都见到她 看得出来她也很开心 我想我的爱情来了 这上面记录了我们所有的美好回忆 我以为这些回忆也属于你 我以为我们的关系可以水到渠成 所以我一直在等 等属于我们的那个时间点 可现在我等不了了 迪然 你为情 我喜欢你 这不信你 我不信你感受不到我的心 一旦你感受到 一定会对我有些回忆 毕竟我们是那么般配 你看 我做到了 这么多年我们一直在并肩同行 不是吗 迪然 这不是你 这怎么不是我了 你了解我吗 在这之前 你知道我会做出这么幼稚的事情吗 迪琴 在和你认识的这些年里 我始终在努力变得更加优秀 这样有资格站在你身边的人 就只能是我 可为什么是郑丁丁 光丁 是我先认识你的 毅然 在爱情里面没有配与不配 而且丁丁在很久之前 就已经在我的心里打上烙印了 你还记得 我有一个用了很长时间的猫咪挂尸吗 这也是你做的吗 是啊 都是我做的 我怎么记得 你以为姐好像也有一个 那个就是丁丁给我的 我们第一次遇见的时候 我刚参加完我母亲的造力 那时候 我的情绪极度崩溃 失去了生活的意义 想哭就哭吧 我妈跟我说 能难过就别憋着 好 我很好 偶尔 走 就告诉他 这样你就会变得开心起来 相信我 他还有你们的 是他把我从绝望中拉了回来 他就像一道阳光 照进了我灰暗冰冷的生命里 给了我继续活下去的希望 你知道吗 我原来不相信缘分 但当他又重新站在我面前的时候 我知道 真是天意 上天 让他又重新出现在我的生命里 让我把握住这段缘分 我很幸运 我把握住了 如果我的生命是一幅拼图 那么他绝对是最美好的那一块 他让我的生命变得完整 我爱他 我寻你的世界 你没讲 太遥远 婷婷 远不过界限 看不到终缘 我以爱 这年点你怎么回来 全部都是因为你 但现在什么都顾不上了 哪还有一点医生的样子 每天只顾着跟你谈恋爱 缘分安稳的生活 被你惹上了多少乱子 你怎么就那么阴魂不散呢 我们现在都已经来北京了 你为什么还要跟来 我已经打电话问过院长了 他告诉我 是你主动申请过来的 而且你还特意叮嘱 不让他告诉我 书医生 你对宁为己的好感 我都知道了 但我劝你一句 像你这么优秀的人 不该把时间 让非在不可能的人身上 不愿多少眼泪 泪泥 泥泥 听多少谎言 嘴会放弃 其实走看起 这爱情的游戏 把你的好与的坏忘记 所有的悲伤心痛回忆 都留给过去 想什么 你竟然因为一个玩偶 找了我这么多年 这张偶像剧的情节 竟然让我碰倒了 真是不可思议 我可没有找你啊 是你自己找到我的 难道 我是自己投怀送抱的 不 我的意思是 你就像个天使一样 为了拯救我 一次次来到我的生活当中 有你 不过我喜欢 你干嘛这么看着我 你知道吗 丁丁 我喜欢 你为自己争取的样子 喜欢你笃定自信的样子 尤其喜欢 你为我吃醋的样子 难道 你是故意知道机会让我吃醋啊 我只是不想让你像上一段感情一样 换都换事 不想让你只会听话懂事 我想让你做你自己 而我会在背后 默默地守护着你 对不起 对不起 之前 是我一身一鬼太冲动了 其实 我是对自己没自信 书一生真的很优秀 你也那么优秀 我有点怕失去你 对不起 因为钱 谢谢你 话说回来 你大老眼来北京 不会是为了捉奸的吧 你胡说什么 我是知道自己冤枉了你 特意跑来给你道歉的 那你干嘛不直接告诉我 还连和小萱一起骗我 我这不是想给你一个惊喜吗 没想到 是你给了我一个惊喜 我是不是得再去看一间房啊 这儿就一张床 怎么睡啊 你一起睡啊 想的没 老规矩 我睡床 你睡沙发